现在我们来讲解 轴步原始点的示范 我们现在来介绍 轴步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首先我们要找出 轴步的正确位置 患者插腰之后 我们看到这里的骨头突出来 然后以这个骨头 往后平行划过来 然后刚好就在骨旁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一根指头上来 这整条线就是我们要的原始点 如果我们这样看吧 三根指头 刚好这一根指头就靠在最前沿 也就是这一段才是我们要的 后面过来的都错误 一定是前面过来的位置 才是对的 好找出来之后 我们把工具拿好 用食指的按推方法 记得一定要把拇指及中指 夹紧食指第二指节的位置 夹紧之后 另外一个手往上抬 然后这一只手工具直接往下顶 这样才能做出交叉的力量 好顶进去之后 用手腕微微上下的力量来按推 然后一点挨着一点往上按推 往上移然后按推的方向是上下的均匀的 每一点都上下均匀的按推 好这个点就是最后一个点了 现在我们再来介绍 手肘的舒缓方法 我们的工具 就是以手腕的痘状骨 但这一次只要用尾指 直接过来的这个痘状骨 不要用中间这一个骨头 所以只要这个骨头顶住原始点 来做舒缓就可以了 好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一样手往上抬 那我们把痘状骨直接按到第一个点上 然后这一次是左右舒缓 顶进去之后左右舒缓 这时候记得不要角度过大 这样滑出去 一定是要按在筋上 然后左右小角度速度快 这样来舒缓 以上就是肘部原始点的按推 及舒缓的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